这个GL年底的时候 我儿子要申请大学 麻烦大家看他报什么专业表 商科的 经济的 875 比何 应该按照这个 数上来说他具备 这方面的这个能力 好吧待会咱看他的八字 还有什么更适合的 另外报那个学校的方位 东方纽腰大学 429 好像这个不太对 这个南方 加州西南加州的 285 当地大学472 好像是当地大学 好吗我看了前两个数 是不太对的 要是这样合并起来说呢 报一个当地的商科经济 这类的好吗 好丁汉丁卫人须 丁卫 他是人水 做财库 扣财星 百分之一万的学经济 不学经济 就学桃花 我靠的 不对呀 大姐 他儿子是不是一个桃花星 这个特望的一个人呀 还是怎么着啊 哎呀 适合演员呀 媒体呀 这个经济 经济也行 我告诉你啊 女命 不是 男命里边啊 财星旺盛的人啊 一个是跟经济呀 经济生活有关 经济的学格 一个是跟女人有关 合并起来啊 他要专门搞这个妇女经济的 有没有这么一颗啊 我靠 当地专门搞妇女经济的啊 这个说妇女经济太难听了啊 你比如说 你阿门挣钱 你这样说的就显着咱们文明一点啊 你阿门挣钱的 文艳文 大爷这文艳文 跟那个阿兹拉饼 不是 阿兹虾饼 这个有 他就反正就是这类的啊 那你说将来是在这个妇女的奢侈品 或者是妇女用品 公司做C油 那妇女用品 我靠 别以为妇女用品 妇女用品很赚钱呢 你知道吗 这个最早的时候 晚上做梦 这个给大姐推醒了啊 我有一段 二十年前呀 这个二年前 零四零五年 刚开始有网购 那时候刚开始有网购 那个我们家就老有人送快递啊 这个大姐老买东西啊 半夜我给大姐推醒了 这个大姐说干嘛啊 我说我做了个梦啊 做了个梦啊 大姐说做什么梦啊 我说那个给你送快递来了啊 大姐叮嘱好了 我一人在家 大姐说他还送那个 送点妇女用品的啊 我说行啊 结果我把那些大箱子搬进来了之后 我说哎 你不是还要送妇女用品的吗啊 给送快递的小哥你知道吗 看着我之后一脸啊 有点尴尬 又有点不好意思啊 我说送什么呀 我我就是 我吹你吧 一脚给拽出去了 我半夜给大姐摇醒了 大姐大姐这个满脸 跟那个阿炳似的啊 跟瞎子阿炳似的 完了之后说干嘛 我说这脚 结果我妈后半夜没份睡觉了 后半夜没份睡觉了 那时候特别逗的一样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这个大姐说 我想吃那个烧鹅 结果大姐就开始订票 早上起来 我们俩当天讲完这个笑话 应该是这个三四点钟 我们俩上午的十点钟啊 就到了广州吃早茶了 好吧 行了啊 这个GL啊 你儿子基本就这方向了啊 好 得了 这是一个徐报告大爷 我最近一出门总能捡到一分钱 好 在西方谚语里边 好像这个出门捡钱啊 这个挺好的 还是怎么着来着啊 好吧 你这个出门啊捡去啊 这个 但是大爷告诉你一招啊 更好的啊 你从明天开始啊 你再出门啊 一个你给自己立一规矩啊 出门再捡不到钱啊 就算是丢钱了啊 出门捡不到一分钱 你就算是丢了一分钱 好吗 这个出门倒垃圾啊 一分钱正对着我啊 正对你笑呢 我心情特别好 我靠这一分钱能对你笑 我天哪啊 要我能吓着我 好吗 小金宝说 大爷 昨天打电话的时候啊 想问你我的事业啊 一瞅啊 洛杉矶想问这次转岗那转 我回答你了 昨天在跟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回答你了 我说 鉴于现在的这种情况下 你别去积极的争取去 是因为你要转的这个岗啊 对于他们来说啊 觉得你有点那个不太适合 好吗 他们很可能拖延了你了啊 暂时了 但是他们比较文明了 又不直接跟你说 所以这个事的话呢 要是不那什么的话 就暂时 咱们先放下 因为今年呢 你八字里边 陈虚丑 形成了三行战 战的这个局 其实我昨天是说了 小金宝啊 这个适合做金融财物 我这上说适合不适合 他先在这个树上说 你得要火克金的缺木 但是他变了木的这个局了之后 我们就说你从今年年底开始到明年春天 你去做一个短期的相应的一个金融财务方面的学习 或者是考证啊 你才能做这些东西啊 星辰打赏 请大爷帮忙选两个安床的日子啊 这个我靠 刚开刚才是在卧室里边办公 这你又让大爷给你们选上床的日子 不是 安床的日子 我靠 我以为趁去上床的日子还用选吗 我靠 一看这个天不晚了 人不早了 这个该拉灯拉灯吧 该这个 走啊 好 头还能朝东吗 其实朝西更好 有朝西的这个没有啊 头朝北 头朝北行 第二个选择头朝北 好吗 啊 就这样了啊 至于安床的日子呢 你在啊 阅令牌上找这个 呃 更新金啊 干上有更新金的 你就找就行了 好吗 啊 这个 打赏 大爷 我家老大今年报大学 看法案 报哪个专业 我在这么说啊 这个实际上啊 报大学啊 学习啊 我们是要什么呢 我们要是要打电话 我给你做这个文昌局 因为这个里边要先确认啊 他是不是够够得上够不上 因为这个在美国呀 考大学上大学都是申请 他也不经过考试 但是这个上边的风水局就特别有利了啊 是很多人就是由于我们风水局这里边做的路马 做的路马局了之后 他都能达到他自己命里边啊 这个最高的甚至于比命里边应该达到最高的 还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超过自己的命里边最高的 而且我要确定这个学校干什么是干什么的 以什么作为传统的 他在这个学校里边跟我们孩子这个融合度有效性啊 在占卜里边专门的讲啊 学习的 拜师的啊 学管的啊 这个学艺的 就学什么专业的怎么怎么着的事了 其实在什么这个各种的啊 这个占卜的啊 以前的老的书里边占了一大章节 好吧啊 这个你呢也没报数赵普喷啊 我是想说呢 这个你给我打没点电话 要是那什么的话呢 我是比较愿意啊 专门的给你那个儿子啊 布置这么一个局啊 好吗 女儿啊 女儿也行啊 他女儿丁亥人银鬼友假银啊 坐标美国 他的八字里边啊 好 我顺便讲一下这个文昌啊 他是鬼友日的啊 这个月柱跟石柱上面是两颗旺盛的啊 这个有根的强旺的这个商官啊 他的商官的这个特性 他坐下是偏印啊 年月上面透出来的是笔节啊 是笔节 笔节还有路位啊 在这个丁亥上边啊 呃 他所有的一个小丁火被人水给和克啊 和克了就造成了他的八字里边需要去南方啊 找这个大学里边有这个火光明的红色的啊 这个学校的这个主体大楼啊 这个方向是最南方 冲南方啊 这个如果跟他专业相符合的呢 最好是这个商业策划企划 商业运营经济这个指导顾问 就这类的啊 运营啊 商业经济上边的这个分析师啊 等等啊 具体的咱再说吧 好吗 得嘞 今天呢 天气热呢 这个什么了之后呢 咱们就早休息了啊 好 后边还有一个呢 好 可可 辛苦大爷 直播一期不落下 学习八字 成长真的相当快啊 这个好啊 认知提升的更是啊 八字里俩十神三十岁以前 咋减肥不好受 好吧 十神 商官啊 要是这个什么的话呢 这个 好好的减肥呢 我们实际上是减肥的第一个方法呢 是看两头 如果你要是硬 生住了你太多了 我们要克制硬的啊 这个对你的生住 如果是食伤泄力 泄的多了之后呢 我们要抑制上食伤 抑制食伤的最好的方法呢 是找财星 找财星的话呢 就是说玩命的干活啊 这个就相当于锻炼身体了 实际上就是 哎 起到了这个减肥的作用 但如果你的工作呢 是什么呢 是长期的坐着不动的啊 像我呀 这个 开大车的呀 也是长期坐着不动的啊 这个实际上呢 这个肚子啊 哪啊 有点这个肌肉啊 有点肉啊 什么什么 这也正常 职业特征造成的啊 好吧 嗯 嗯